那就是如果有些人說 你如何確定身體是不是進入了一個生酮狀態呢 很多時候我見客人就會說 我沒有生酮的 我低碳的 那我就會問他 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我吃得不太清 我經常外出吃 大家似乎對生酮的概念不太清楚 而且身體是不是已經進入了一個狀態 也不是很清楚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真正的量度方法 一個金科玉律 就是你只要透過刺手指 你當然不是一定要用這隻手指 你可以用這些手指 我以前不懂的時候 我就會刺這些很痛的位置 就是很多肉的位置 原來他們說 最舒服的位置是你刺這些邊 就是好像你被刀刺戒到 被刺戒到的位置 就沒有那麼痛的 你唯有透過你血液裡面的血糖指數 才是最清晰的指標來的 就是我們一般人 就說我們要保持血糖水平在多少左右 其實保持在0.5以上 就已經相當之好 就是不要說我一定要追求越高越好 當然當你在你斷食的情況之下 譬如你斷食了72個小時 或者更多的時候 的確血糖指數是會上升的 一般我自己去過最高的 可能去到6點多 有些人可能會說 但我聽過可能會中血糖的 這樣 這件事可以跟你說 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如果你正常的 你的胰狀功能是健全的話 而你本身不是糖尿病一型的病患者 你身體不需要擔心會出現 我們這個叫做Nutritional Ketosis 即是營養的斷食狀態 一個營養的生酮狀態 並不是因為身體無法生產這個二島素 而只不過是因為我們過去幾十年以來 我們的飲食方法 跟我們身體本身的構造所需要的食物 有很大的落差 變了很多時候我們吃了很多 甚至是過多的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身體無法處理 而它就無法分泌足夠的胰島素 胰島素分泌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覺得 好像疲了 眼睡了 我們儲存脂肪 既然用不完 你會發覺身體的脂肪越草越多 但其實我不需要那麼多脂肪 我想瘦 但你會發覺我用了很多方法去減 效果都不太好 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就是用生酮的方法 但其實生酮是否真的能夠有效 幫你的身體減肥呢 這是不容置疑的 是一定可以的 但它的好處 不單止會令你瘦這麼簡單 會令你容光緩發 令你能夠減輕身體的代謝污染 從而延滿衰老 所以生酮是一個很健康的身體狀態 所以最精確的計算方法 就是久不久刺一次我們的手指 驗它血糖水平 當然除了刺手指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 例如驗尿酮 或者是氣糖 但那些就變成沒有那麼準 我將來會再解釋一下為什麼 我們就開始解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